嗨 哈 马丁老师好 天天好 你们好 我们先上车吧 好吗 上车可以吗 怎么样 你怎么怎么呆住了 眼看和近看不太一样 这里很冷 它很冷 它太冷 它很瘦的 是冷眼光 冷眼光 你嗶嗶了吗 好 你有带你的颜值卡吗 你要先刷一下 颜值很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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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就这里吗 对 站在这里吗 对对对 这里可以吗 OK 你看身材好的人才能穿旗袍 还好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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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好 我看一下你的话 话筒吗 你要拿着 OK OK 我要一直拿 啊 这个不能给他们先看 要尽力再揭晓 我觉得 你应该猜不出来吧 猜不出来吗 还好吧 你上过节目吗 之前有 之前有上过节目 对 上过节目 我甜甜爱合作过 对 我甜甜爱合作过 我们合作非常愉快的 对 我还是头一次见马丁老师的本人 马丁老师 好荣幸啊 没有上过您的节目 对 好荣幸 我今天见到了本人 别别别 他气质很好 我非常荣幸 还好 还好 大家又不是傻子 都不看得出来男女是这个这个问号 对吧 同体啊 这里有写同体 是吧 这两位里面都是纯女性 里面对 里面两位都是我前辈 我要进去拜 加油 对 进去要拜 拜一下 进去要拜拜一下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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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谢谢 谢谢 我把这个片插在这里嘛 嗯 吉如 能不惯会点发呆 哈哈 哈哈 有点发直 哈哈 这车好慌 有点惊慌 让他搞定了 先不要怕先 哈哈哈 先不要害怕 谢谢 谢谢马丁老师的甜甜 谢谢 我要抓一点这个 对 对 感觉自己会摔倒 对对对 两人老师太辛苦了 吉如还有那个双方老师特非常辛苦 哈哈哈 然后我尽快完成我的演讲 所以你准备好了 哦 好 你说 我们听 好 谢谢 然后呃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这个板子上有写这个雌雄同体 啊 其实这个词是非常有趣的 我们在其实谈论雌雄同体的时候 我们呃 想的是一株植物雌雄同体的话 好像OK的 他自己 自己雄雌蕊受粉啊 那他可能自己就能开花结果 或者怎么样 他们觉得是OK的啊 但是雄同体的动物 哎 好像也OK 就很多鱼类也都是 是雌雄同体的 他完全是可以 对不对 自产 你看 自产自消型的 就自己忽然变成 就是从雌 他到需要产 产卵 就是忽然变雌 然后需要受精 自己就变雄 我还蛮觉得这也蛮OK的 因为 也好像是供我们实用的 或者怎么样 我没觉得这很奇怪 但如果我们一个人是 雌雄同体的话 这个问题就其实是蛮大的一个问题 那其实 呃 在1973年的时候 在美国Science杂志 当时就提出了17种染色体的分布 那就是除了我们 传统认为的男人和女人之外 还有15种我们不能认知的 就是说或者说他不能从外表 或者染色体或者基因 分辨出他究竟是男还是女的人 就多到15种 嗯 我是觉得 身份证上是 分证 哦 身份证上 对 身份证上 这个其实我后面会讲到 说王老师 一会我会提一下这个事情啊 我要把这个中生意思说完 然后 真正的从同体的人 会被称作Intersex 他是肩性人 这个肩就是中肩的肩 那就是说他可能在男女中肩 从外表上 或者外观 或者性线 或者什么 都没有办法分辨 那他就是属于一个中性的人 或者肩性的人 他是属于 基因上 对 他从基因上 是没有办法判断男女的 就是他从生殖 生殖器官也没有办法 或者生殖系统 都没有办法判断 他两套皆有 对 这种情况也是会发生的 那这个词 其实形容我是不太合适 因为身份证上 被写了是一个男生 但其实我觉得我 并不是说雌雄同体啊 但是我觉得我是雌雄同心的人 雌雄同心的人 这个 我觉得更适合我现在的表达 那就是说 在Judy Butler 她是一个美国非常有名的酒学家 她曾经在上世纪的八九十年代 就提出一个性别表演论 那我们去试想一下 在这个事项之下 我们是不是自己的性别 从出生下来的时候 就会被固定 就很多人会告诉你 男孩子你就要怎么怎么样 你就不能穿裙子 女孩子你就要 就这么温婉持家 你就一定不能特别调皮 就很多的 其实这个性别表演论 意思就是我们在这个社会规范 以及这个社会的框架之下 社会的教育之下 我们被教育成了所谓的男性和女性 我们的其实性别教育都是这样来的 但其实你试想一下 如果这个东西是反的 就如果现在男性被称作女性 女性被称作男性 实际上都是OK的 就男女只是存在于 我们潜意识当中的一种东西 它只是性别表演论 只是我们表演给大家看 可能我们处在一个安全区的时候 是非常安全的 我们做女人做男人是非常安全的 可是当我这种人走在大街上的时候 就会引起非常大的轰动 大家都会认为 哇 这是出现了变态 你们看看那个死人 我又在路上了 他怎么竟然没有那个什么 你看他怎么没去被车撞死 他怎么没有被雷劈到 大白天 我都会听到这样的话 但其实我内心只是做了更好的我自己 在我心目当中更好的我自己 而并不是受到那个二元性别的 束缚 束缚之下的那个非常痛苦的自己 就是被框架在那种男性世界 对我来说是非常痛苦的 我没有办法解放我自己的身体 没有办法解放我自己的灵魂 而现在我可以非常自由的 非常骄傲的站在大家的面前去讲 我是雌雄同心的人 我是一个性别流动的人 我是一个把性别看得非常不重要的人 性别就对我来说 就像那个海水充斥那个沙滩 充斥沙滩慢慢慢慢那个痕迹会消失 我认为性别在我身上 完全不是一个重要的事情 那其实这种第三性别在很多国家都已经被承认 如果在印度的话 这种性别被称为海吉拉 它是属于一种非常被尊敬的神 现在印度还有海吉拉群体在做很多的事情 在祭祀 在做一些算命占卜之类 他们的地位是相当高的 那在尼泊尔 这第三性别是被承认的 他们会在身份证ID card或者是护照之类的 都可以把你自己的性别改成X 这个地方还不包括尼泊尔 仅仅包括尼泊尔 英国 德国 还有澳大利亚 现在都承认第三性别的存在 那在菲律宾的话 这种人被称为Varia Varia 他就是一种借户于男女之间的人 他是被法律所承认的 那在夏威夷的原住民当中 会叫Mahu 他是一个中间人的意思 就是这个人的性别是在中间 那在加拿大这种人会表示two spirits 他是两魂人 他生下来就认为自己同时有男女两套灵魂 而并不是说你们看到的只是男或者只是女 我现在我觉得性别这个东西会越来越淡化掉 对我们来说是有好处的 越来越多的男人可以展现自己的脆弱 他们并不是所谓的那种刚强可以一手遮天 可以怎么样 他们也需要倾诉自己的感情 那很多的女人也可以变得很刚强 也可以出外养家 也可以自己不带孩子 也可以男主 男主内女主外是完全OK的 这是随着社会的演变出来 性别发生了变化的一个非常好的契机 对我来说 我现在在这里是一个受到了一个新媒体的一个冲击 可以说如果没有新媒体的话 我可能现在可能被抓到了牢里 可能会被刑法判 可能会被什么法判 大概都是有可能的 但我可以现在很开心的站在这里 我希望之后我的余生都用来 为这些性别不明的人 为这些性别表达和这些社会不太相同 社会规范不太相同的人做一份争取 这不是疾病 这不是心理疾病 也不是精神问题 他们只是想做自己心目中最完美的那个自己 他们没有任何的错误 我要用我最尽我自己最大的能量去帮助这些弱势群体的人 有一天被这个社会看到 被这个社会包容接纳的那一天 我会用尽我所有的权利 用尽我毕生的力量去做这件事情 那虽然我是一颗超小粒的米 但我相信还有万万千千 上一颗超小粒的米如我一样 到时候我们可以一同汇聚起来 如同宇宙中的星河 照亮着整个漆黑的天空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你的演讲是完整的 谢谢 还好还好 还有一点欠缺 没有准备的特别好 我是挺起来 你也饿了 你在吃东西 sorry 在你们吃东西的时候 我又 没事 其实直播都是在吃东西 好辛苦 好辛苦 我很喜欢这一整篇的演讲 你讲那些论据 谢谢 很有条理 而且是一个 就是你知道有的人一往台上一站 你就知道这是一个能说会到娓娓到来的人 这是一个可以不用背稿子 可以很松弛的去表达的人 当然喜欢 一直到你最后那一段煽情 最后那一句我是喜欢的 照亮整个黑夜很美 但之前有一些说去为弱势群体的发生什么的 恕我直言有一点点落入俗套 有一点单薄 一点单薄一点落入俗套 一点为煽情而煽情的感觉 而我对那个东西会抗拒一点 但是不狭不掩瑜 谢谢 而且我明白可能是一些 这我们可以之后再斟酌嘛 就是说这表达效果的问题 我也知道你的 但是我总有个感觉 我觉得有勇气做自己的人 本来就已经不是弱势群体了 你就为你自己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敢勇敢做自己 有很多的跨性别群体 都是隐藏在柜子当中 为了隐藏自己跨性别的身份 付出他毕生的努力 可能这一辈子都不怕人知道 也出不来 对他会远离家乡 他不会跟他朋友切断所有的联系 就为了他自己跨性别这个身份 为了去做性别重制手术 牺牲他一生的友情 甚至和亲人终生不得联系 然后没有办法生 因为没有办法生育 没有办法有生育能力 然后被这个社会淘汰在外 这种事情压迫是相当之多 而且他们无法得到法律的承认 身份证是无法更改 甚至会经历非常严苛的心理审查 以及医学审查 对他们来说都是一种人格的侮辱 我问你一问 你会选择做变性手术吗 现在这个变性手术这个词已经落后了 就是说现在这个词已经并不是说改变我的性别 而是恢复我原来的性别 是性别恢复手术 对是还给我我本来应有的面貌 而它并不是所谓的性别变性手术 我没有改变我的性别 我只是回答我原来应有的样子 所以叫还性手术 性别还原手术 或者说性别重数手术 对现在已经发展到这样 而且之前会叫这些群体叫性少数群体 或者性别少数群体 而现在又进一步发展它会叫性多元群体 我怎么才知道我的内心是不是注入了另外一个他 这个可能 我重新怀疑过 或者我的朋友问过我 对和经历有关系 因为我们就是作为一个顺性别的男性或女性 会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的非常容易 而我们事情也想跨出那一步的时候是非常难的 因为你必定让周遭的人看到你的改变 周遭的人认为 我的问题是我怎么知道我真正的现在的状态是我真正的状态 这问题有点虚 但是我真的挺想知道的 知道 就是现在的我认为这个状态我非常满意 我自己的状态我非常满意 穿着 因为你不会去穿旗袍啊 对 他平时生活中也不会这样 对你也不会去擦口红啊 我会化妆 我会做指甲 我会做女生爱做的事情 都是完全没有区别的 我现在都完全是零障碍去做这些事情 然后所有的人都对我非常的包容 嗯 你有没有觉得自己是个汉子 这两个类似的女生 我内心注着一架坦克 嗯 所以 你可以做性别还原手术 哈哈哈 舒桑好像那么美 冷汗 舒桑好像那么美 你怎么能这样亵渎女生 那我是属于外柔那刚性的 我是属于比较坚强勇敢的那一类 明白 明白 就是很厉害的 就是我就是外柔内柔 就是很没有力量的人 我觉得我其实应该吸取一些 实际上男性身上的一些力量 我有一点点欠缺 但我一点点在弥补我自己 这个都不不改变我自己的性别表达 或者性别认知 好 可以投票了吗 嗯 我yes 嗯 谢谢谢谢谢谢 吉伍老师 嗯 说好是没关系的 做自己 我也是觉得我们现在 在现今社会啊 很多人都在刻意去模仿啊 或者跟风 我觉得做自己很重要 嗯 所以我也投你一票 谢谢 谢谢两位老师 我真没想到 好赛容 两个月 谢谢 谢谢你们 谢谢 两个月 好开心 谢谢 恭喜恭喜 谢谢你这个 通过 头等舱 头等舱 谢谢两位老师 谢谢 谢谢两位老师 好了 快拿起来 来跟我们去前餐 对 谢谢谢谢 谢谢两位老师 再次感谢你们 拜拜 来我来 谢谢我们之后的节目见 哦慢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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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之后的节目见 谢谢 拜拜 拜拜 好紧张哦 好多准备的都忘掉了 对啊 准备的很好 我都忘掉了很多 你知道为什么你能准备吗 准备了很多 我不知道因为 因为马 马金老师有那个什么吗 有内定我吗 没有哦 他怎么可能 他觉得我太美 因为你讲得好 还好 因为我是发自内心 因为你讲得好 不因为你的穿着 或者说你这个 其实这只是一个 感受到你发自内心 对 对 告噱头在这是没用的 明白 你讲得好 因为需要靠实力 就是真有感而发 我觉得 我确实是虽然说很多片段 没有特别好的呈现出来 像那个 柳老师说 我的这个论剧不是特别充分 我都能理解 因为我其实之前是准备的 因为我自己太过紧张 或者怎么样 对 OK 谢谢 谢谢 这个镜头展现出一个 最美的状态 最满意的状态 哎呀 请坐请坐请坐 我们去接下一位了 我们去接下一位了